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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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测结果报告草案将在每月一次的会议上提交给国会常务委员会 同来省卫生厅刚刚召开会议 总结今年前六个月的工作 部署2024年最后六个月的任务 卫生领域的多项任务 薰完成并超额完成 公社 方 镇 卫生院医疗保险体检合格率达到95% 超过4% 每万人拥有一生数达到9.6% 100%的公社 方 镇 拥有在职一生 医疗检查和治疗达到医院床位容量的80% 传染病已得到控制 会上 卫生部长黎光中要求各单位领导 要终点指导和操作 检查人员工作 按规定实行轮换 进段实践卫生行业的精神和服务态度都比较好 但有些地方 群众仍有抱怨 单位必须采取整改措施 续续提高专业水平 特别是医疗检查和治疗各单位之间的协调能力 此次 卫生厅对贯彻落实中央政治局34日指令 10年来创新竞赛奖励工作 取得的成绩的六个集体和半名个人进行了表彰 去越南计划投资部统计 中国是越南新增投资项目数量的主要合作伙伴 占比金30% 越南是中国企业 希望开阔的潜在市场 目前 中国已有不少价值数亿美元 甚至数十亿美元的项目落户越南 最近的一个是于Galaxy Go集团的合资项目 生产价值超过8亿美元的欧摩大和架国电动汽车 中国奇瑞集团的一部分 过去中国对越南的直接投资往往集中在家具 钢铁 皮鞋 服装 食品加工 塑料包装等制造加工领域 近年来 中国资本正在转向高科技产业 工业生产 电子 汽车 绿色 能源等零部件 中国对越南投资尤其是大型 终点项目还有很大空间 两国企业界也在大力推动高科技领域的合作 台湾中国8月20日进行了模拟拦截敌贩战机和弹腰的演习 以增强其对示意自新的中国的战斗力 台湾防务机构从屏洞南部的九鹏巡市基地 向天空发射了国产天空三导弹和美智爱国者二导弹 这是十多年来首次允许职责进入九鹏基地 重山科学技术研究所的所在地 该研究所由台北征服管理 专门从事武器开发 台湾国防部发言人孙立芳在记者面前宣称 今天发射的所有导弹劝顺利击中目标 这证明我们对冠兵的训练是非常诈实的 台湾表示 演习的主要目标是提高部队的整体战斗力 就在台湾演习之前 中国有五架飞机和11艘巡舰部署在台湾岛周围 克里姆林共称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赤城领导人纳姆赞·卡德罗夫 8月20日视察了赤城巡队和志愿车的战备情况 这是普京13年来首次访问赤城 根据克里姆林共网站的会议记录 普京在访问期间 与俄罗斯特种部队大学的士兵进行了教谈 他说 只要有你们这样的男人 我们就绝对是所向无敌的 在学校学呛是一回事 把生命和健康置于危险之中又是另一回事 但你们有保卫祖国的理想 有勇气作出决定 领导人卡德罗夫在于普京的四下会晤中表示 自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以来 赤城一向乌克兰派遣了超过4.7万名人员 尽量的观众 同类上重要电视台的华语新闻报道都请结束 感谢各位收看 起会